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我控制着车子升高高度 随后开始向着下面投放炸弹 一连串爆炸声在山坡上响起 他这是在干嘛 谁知道呢 可能是武器选错了吧 也可能是在地上炸几个坑 阻拦我们追击 这么大一片山坡 炸几个坑有什么用 轻轻一要就过去了 我看他就是在浪费弹药 别废话了 快点坠上去 用哪儿陪记解决 就在这时 山上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众人好奇地向着山顶望去 这一望 可把他们吓得够呛 原来 山顶上大片的积雪 被刚才的爆炸声震得松动了 此时 正如同潮水一般向着山下扑来 向着他们所在的方向扑了过来 雪崩了 雪崩了 快车 田凤一看着镇时立刻掉转车头 向着来时的路冲了过去 他上一个世界可是雪山公路 自然知道雪崩到底有多恐怖的威力 他身边的那些人健壮 也纷纷掉转车头 向着来时的路冲了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们的速度比来时甚至还快了几分 但是 车子的速度再快 又怎么比得上雪崩的速度 顷刻间 成百上千吨的冰雪 铺天盖地地冲了过来 向着车队的方向扑了过去 看了一眼狼狈逃窜的车队 我就继续向着圣山顶飞去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我的车子 终于降落在了圣山的山顶 到了山顶 我这才发现 原来所谓的圣山 居然是一座火山 火山口内部黑漆漆的 如同一头猛兽的巨口 等待着猎物进入其中 我在周围转悠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遗迹的存在 是不是他们搞错了 算了 不管了 先弄出来再说 我回到车里 敲开了莉莉丝的门 此时 莉莉丝正在书桌上画着什么 莉莉丝 圣山到了 我明白了 请稍等我一下 我画完这些就出去 不是一直心心念念的 要去圣山吗 怎么到了反而又不着急了 我挠了挠头 搞不清楚莉莉丝在想些什么 我将吉尔从车里看了出来 不断地拍着吉尔的眼 醒醒 醒醒 圣山到了 快醒醒 吉尔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一边揉着后脑 一边缓缓地坐了起来 这是呢 这是圣山 吉尔队长 圣山 我怎么到圣山了 飞艇在风暴中 失控坠毁了 我在飞艇残骸里找到了你 你的目的地不是圣山吗 我就一路把你带到了这里 这就是圣山的山顶 可是 我的车队呢 我的飞艇编队呢 不知道 在风暴中走散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可是 没有庞大的火力编队 我该怎么完成任务 任务 什么任务 最终任务不是抵达圣山寻找实验室和战前技术资料吗 那是掩人耳目的借口 我的真正任务是将足够当量的火力投放到圣山里 你疯了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你知道往这里投放炸弹会引发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这是一座火山 只要引爆这里炽热的火焰就会横扫整个世界 一己的变异生物和污染都会对火焰所净化 世界将会被重置 人类将会迎来新生 我敢肯定 眼前这个基尔绝对是个疯子 要是真的把火山引爆了 世界会不会被净化我不知道 但是人类绝对会被率先净化掉 我开始有些后悔 为什么要去接这个阵营任务 好好的在红宝刷点物资不好吗 干嘛要送这疯子到这里 就知道你可能会搞砸 还好我准备了一个最终的方案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莉莉丝从部站车里走了出来 你也来了 如果我不来的话 这么好的机会就要被你浪费了 感谢最近一段时间的照料 也感谢你让我充分地享受了插分机 谢礼我放在了桌子上 剩下的那些图纸也都赠送给你了 现在请你稍微后退一下 最好马上离开 不要被误伤到 莉莉丝说着 轻轻地解开了衣扣 露出了那颗如同红宝石一样的原石 此时 这霉原石正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看起来极度危险 小心 原石处于不稳定状态 心紧量远离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完成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莉莉丝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了火山 这件事是我的父亲发现的 具体的行动也是由我来发起的 就应该由我来执行 吉尔说完 也来到了莉莉的面前 伸出双手猛地抓住了莉莉丝胸口的原石 可是原石散发出来的滚烫的热度 直接把她的手都烫得焦糊了 散发出了一股焦糊的味道 你还有人生 不必这样 这是我的使命 不 是我们的使命 莉莉丝的身体往后栽了下去 连同吉尔一起 两个人一起掉入了黑漆漆的火山口 尽快离开 尽快离开 小爱同学 快走 我猛地跳上了不战车 与此同时 不战车也腾空而起 向着远处飞去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从圣山之中传来 随后 一道漆黑的烟柱 从圣山之中升起 黑色烟柱直冲云霄 随后变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向着周围 开始不断地扩散 一股股飞红相间的岩浆 从圣山之中喷涌而出 向着四周奔涌而去 草 快走 滚滚的岩浆在身后飞没 游戏系统弹了出来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看 一门再再研究着怎么逃命 当然 我还是抽空给赵婉婉发了条私信 以最大的速度跑 离圣山越远越好 此时 距离红石城 已经上百公里的赵婉婉 也听到了那声巨大的爆炸声 他抬头望去 也看到了那朵恐怖的蘑菇云 十三哥这是做了什么 居然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此时 我的私信也刚好传了进来 赵婉婉一看私信二话不说 一脚油门踩到了底 疯狂地向着远处冲去 李飞宇刚刚控制着自己的粉色 章鱼吃光了一群 试图围攻的变异生物 正准备继续出发 忽然 一声巨大爆炸声 从前方响起 李飞宇抬头望去 一道黑色的烟柱腾空升起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在天际盛开 随后飞速地向着周围扩散 前面发生了什么 怎么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前面 前面发生了很恐怖的事情 很危险 知道危险还不敢快跑 明白 明白 粉色章鱼迈开八条大长腿 飞也式地向着来时的方向跑去 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我一边逃跑 一边向着后面张望 圣山上出现了一条狂猎凤 这些猎凤 从山体蔓延到大地上 向着周围四处疯狂蔓延 那些裂缝有的是万丈深渊 有的是喷涌出了炽热的岩浆 我眼睁睁地看着庞大的红石城 被三道裂缝分割成了四份 整座钢铁铸造的城市 在岩浆之中缓缓融化 倒塌 最终融为一体 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散发着硫磺味道的毒气 和无孔不入的火山灰 蓬松细密的火山灰 当然不会放过 它们很快就蔓延了过来 一些毒气甚至渗入了车体 但是好在我车内有净化空气的雕像 其实将这些火山灰和毒气净化掉了 小爱同学也开启了制冷系统 防止车内过热 致使机器受损 将马力开到了最大 一口气跑了一百多公里 这才冲出了火山灰和毒气的密布区域 地面上依旧不安全 到处都是深深的裂缝 不时的有岩浆冒出 一副人间末日的惨状 直到这里 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开始查看情况 在我的副驾驶位置上有一个箱子 根据游戏系统的提示 这是护送吉尔成功到达圣山所获得的奖励 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奖励 我打开了箱子 里面是一张图纸 飞艇改造图纸 特殊类型改造图纸 将汽车改造成空路两用型飞艇 拥有浮空气囊一个 紧急降落散三个 蒸汽汽油混合动力 5倍位105毫米轻型榴弹炮一门 88毫米高频两用炮两门 蒸汽机枪12艇 航空炸弹投弹气一具 备注一 这是吉尔理想中的飞艇的样子 备注二 此图纸为特殊类改造图纸 改造后无法按照正常方式升级 需求更高级别的改造图纸方可升级 备注三 改造后自动拥有配套弹药制作技术 看了看手中的这张图纸 我想了想将其扔给了赵婉婉 同时将所需要建造的材料也发了过去 赵婉婉一直不升级车辆 把大部分资源都赠送给了自己 照着这个样子发展下去 他的车子会慢慢跟不上需求 而最终被淘汰 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 你给我这个干嘛 废话那么多 赶紧把车子升级了 天天开着三级越野车跟在我后面 我都觉得丢人 把车子等级升上来 还能帮我减轻点压力 我 明白了 低头看了看已经被融化了一半的车轮 赵婉婉又重新升起了希望 五分钟前他的车子不小心卡在了裂缝里 车轮被喷涌出来的岩浆所融化了 他原本都打算放弃了 等快要死亡的时候 把克鲁德和阿白送走 他自己就与车同尘了 可是 我的一张图纸 又将它从死亡的边缘上拉了 他缓缓地展开了羊皮纸改造图 将图纸扔给赵婉婉之后 我开始翻看区域频道 此时 区域频道已经被复告刷满了 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玩家死去 此时 区域频道的人数 已经由4132人 降低到3027人 而且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转眼间 就跌到了3000人以下 我敢肯定 第一批死亡的玩家 绝对都是红石城内准备伏击我的那些玩家 我向上翻了翻 终于找到了那几条被忽略了的游戏提示 通告 吉尔与莉莉斯引爆了圣山 造成了大地崩裂 废土世界进入末日模式 天灾提前启动 取消所有任务 发布最终任务 成功地在末日之中活过第七天 任务奖励 三天假期 Debug更新为末日毁灭 所有人无论处于任何地点 每小时掉落30点心情值 当心情值低于10点时 触发斩杀模式 玩家立刻进入崩溃状态 陷入疯狂几率 55% 编译几率 50% 直接死亡概率 40% 看着这几条游戏系统提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辛辛苦苦跑前跑后 结果竟然把两个疯子送到了圣山上 然后直接引发了末日 这到底是屠啥呢 最让我伤心的就是莉莉斯 自己好不容易制作了高级加工厂 和莉莉斯实验室 本以为能拐个绘图机走 结果竹篮打水 等等 我记得莉莉斯好像说给我留了一些图纸 我猛地站了起来 推开门 进入了莉莉斯的实验室 实验室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插分机仍然在计算着 只不过 最终结果莉莉斯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一落羊皮纸 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面上 摆在最上面的是一张 写满了自己的草稿纸 我将其拿了起来 发现上面满是各种算式 在空白的位置 写下了几行文字 如果你看到了这张纸 则代表我已经启动了末日火山 没错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圣山 而是这个世界的毁灭之源 但是我仍然要启动它 因为 我不允许我的家园陷入如此丑恶的境地 那怕是亲手将其毁灭 这个世界已经腐烂了 从根源上就是错误的 与其苟延残喘下去 不如推倒重来 或许 只有经历真正的火焰的洗礼 这个世界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与重生 你送来的战前资料很有 让我受益颇多 桌上的图纸 是我根据你车子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改进方案 是否参照 自行定夺 我知道你一定希望知道原始的产地 我可以给你指明一个方向 高塔 如果不知道高塔在哪里 可以参考图纸最下方的地图 提前声明 高塔很危险 请谨慎考虑 最后 感谢多日来的款待 牛肉面 可真好吃啊 要是我的世界没有发生战争该多好 我叹息一声 翻开了图纸 第一张图纸是一张汤锅的制造图纸 厉厉丝的汤锅 熬汤速度提升20% 节省25%燃料 坚固度提升150% 制造材料 终极金属锭 五单位 下面还有一行字 很抱歉弄坏了你的汤锅 如果按照这张图纸的工艺进行制造的话 或许就不会被我咬坏了吧 我揉了揉眼眶继续翻看 末日版空气净化器 105毫米火炮升级设计图纸 自动弓弹机原处设计稿 105毫米高爆弹改进设计图 自动攻击蒸汽机枪幻想二版设计图 加强版蒸汽锅炉改造图纸 蒸汽动力机械壁制造图纸 新型履带式车轮设计图纸 莉莉丝的花言幻想图 风潮式火箭弹设计图 蒸汽战斗傀儡设计图 蒸汽战斗傀儡制造车间设计图 蒸汽战斗傀儡维修车间设计图 蒸汽傀儡保养手册 蒸汽傀儡的心理健康指导 零零总总厚厚的一打图纸 几乎涵盖了车体的所有方面 这是莉莉丝对我这辆步兵战车的升级意见 如果这些东西能够全部落实的话 我的步兵战车将会有一次全面的升级 好处大大的 只不过最后两个东西是什么鬼 我感觉混进去了两个奇怪的东西 蒸汽傀儡居然还需要心理健康指导吧 莉莉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少年好吧 她编写的心理健康指导 还不得教导出一堆问题蒸汽傀儡来 到时候一堆蒸汽傀儡学着她的样子 喊着安拉胡阿克巴向着敌人冲 那画面太美简直不敢看 我心思复杂地将这些图纸都放到了一边 在这些图纸的下面还压着一张地图 这就是莉莉丝提起的高塔 信息也太少了吧 除了名字连一点介绍都没有 不过一想到莉莉丝那颗原石的威力 我的心思又活跃了起来 要是弄到了一颗同样威力的原石 我就拥有了一样新的底盘 况且高塔距离圣山遥远 也是个躲避灾难的好去处 看样子 这个高塔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的 确定了今后行动的方向 我给赵婉婉发了条私信 去红宝附近等我会合 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我让小爱同学调转方向 向着红宝的方向飞去 这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我正好趁此机会看看区域频道内 其他玩家的状况 为了挽救一下这批韭菜 我把还在熟睡的旺才叫了起来 紧急制作了一批奶茶分销了出去 算是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当然 也赚了一笔块钱 除了赚钱之外 李飞宇和苏琪都纷纷向着我 打听蘑菇云和大地军裂出现的原因 内幕消息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不太想说 毕竟我也算是罪魁祸首 我也不知道 将吉尔送到山脚 他就把护送车队留下了 自己乘着飞艇直接上的圣山 我也是看着圣山爆炸了 这才逃跑的 谁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 连任务奖励都没给 这个任务亏死了 早知道街反向阵营任务好了 我装作痛心急手手的样子 李飞宇和苏琪听完我的话之后 半信半疑 不过 吉尔手里的力量他们也清楚 而且 现在吉尔已经死了 他们更不会因为一个死人 去破坏和我之间的关系 以后还指望着互相扶持呢 现在大地军裂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不知道会延伸多远 哪怕停止了 按照游戏系统的尿性估计 也会引发一连串的次生灾害 我的意思是赶紧往圣山的反方向跑 跑得越远越好 狗过剩下的两天就是胜利 明白了 正跑着呢 就刚才还差点掉进一条 蔓延过来的地缝里 真是吓死了 要是能飞起来就好了 飞挺没有 不过 发动机倒是有一个 可以提升速度的 要不要 我贴出了漩涡发动机的制造图纸 莉莉丝给我留下了一款 二代改进版的漩涡发动机 在原本的基础上 又提升了30%的速度 这款原版的漩涡发动机倒 是可以用来换取东西了 姐姐 你看这发动机 咱们要入手吗 苏奇不敢做主 将照片发给了苏木 苏木扫了一眼参数 立刻点头 换 就拿那张图纸跟他换 另外 弄到的那几包种子也给他 姐姐 给的是不是太多了 苏奇一听 有些心疼 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 我们需要的是快点离开这片危险的区域 多停留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 苏木说着 猛的一转方向盘 又躲过了一条新生成的裂缝 明白了 苏奇将一张图纸和几包种子发 高级冷藏柜 三级汽车配件 100立方米 制冷温度0到0下50摄氏度 我一眼就看中了这张图纸 先不说制冷的问题 光是这个100立方米的空间 就足够我出手了 另外 随着一起寄来的种子 也都是我所缺少的 一袋莲种子 一袋油菜种子 一袋白菜种子 甚至还有一袋地瓜的种子 我立刻让旺财把这些东西都种了下 莲藕则由我亲自种到了池塘里 这东西等成熟了可以炖汤 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藕汤了 现在看到莲藕的种子 一时间还有点想念 此时 天色已经有些蒙蒙亮了 我已经飞离了地风裂解的区域 只会管 我联系上小一了 真的 他们在哪里 根据电子波讯息就在左前方30公里范围内 不过因为空气中电子干扰的原因并不太准确 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参考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继续保持联络 我们过去寻找他们 明白 小爱同学转动方向 向着小一发来的方向飞了过去 又飞了40多公里 我终于看到了赵婉婉 此时的赵婉婉的车上 顶着一个硕大的椭圆形氦气球 尾部四个螺旋桨推进器 在氦气球的下面 则是一个黄色的吊舱 吊舱下面则是八个动力轮 前后各有一门活动的炮塔 中间的火炮闪烁着寒光 吊舱两侧每一侧 都有六个小型的设计平台 每一个设计平台上 都架设着一体蒸汽机枪 下面还有一个稍微吐出来的头弹舱 远远地看上去 还真的和吉尔带出来的那些飞艇差不多 只不过 这架飞艇动力更加强劲 火力也更强大 甚至还可以收起飞行设备 在地面上当火力支援车使用 看到赵婉婉的新车是这副造型 我灵机一动 有了主意 开上新车了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不太习惯 赵婉婉习惯了在地上开车 骤然变成了飞艇 一时间还不太适应 小意倒是十分的兴奋 我挺习惯的 新身体的感觉太棒了 还能在天上飞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 暂时停留在空中吧 等过一会 我们去一次红宝 你配合我演一出戏 我将自己的计划阐述了一遍 明白 我会配合好的 又飞行了半天的时间 我们终于来到了红宝的上空 就连这里 也已经被火山灰笼罩了 天空如雪 不时有闪电划过 宛如地狱一般 地面上聚集了大量的变异生物 正在不断地向着红宝冲击 红宝外墙上的火力 不断地攻击着地面上的变异生物 杀了一匹幼羽 可是那些地面生物 就像是杀不完一样 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向着红宝冲击 看来那些变异生物 也被天灾所驱动了 开始向着这些大城市冲击 看这种势头 这些大城市 也未必能坚持到最后 恐怕唯一的生物 就是一直躲得远远的才行 红宝能不能挺过天灾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反正这里面 有吉尔的一份责任在里面 他们要算账也要去找吉尔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是爱报销汽油费的 去中心区的军需处 我们去弄东西 我开着车 缓缓地降落到了 第三层城墙内的上城区 赵婉婉 则把飞艇停在了半空中 随时准备武装支援 我的车子 刚降落到上城区的街道上 立刻就有一对巡逻的卫兵跑了过来 将我的车围拢了起来 这里是上城区 请出示通行证件 否则将按照闯入这处置 我从驾驶舱里跳了出来 将吉尔给我的那张通行卡片递了过去 我是吉尔小队的副指挥官 吉尔小姐在圣山附近遇到了麻烦 命令我回来取一些军需 现在立刻带我去军需处 那卫兵接过卡片一看 顿时神色变得肃然起来 这可是红宝第一学者 圆桌十二人之一的瓦伦兵博士 百无禁忌 更何况天空中还有飞艇佐证 那名卫兵态度立刻恭敬了起来 请跟我来 一整队卫兵分裂成两排 护送着我抵达了军需处 军需处的守卫看到通行证后 也是恭敬的敬礼 将我请了进来 我奉命在军需处拿一些绝密的物资 你们出去等着 不要停留在这里 证明 军需官不敢怠慢 立刻恭敬地退了出去 还应切地帮忙把大门关上了 等到大门彻底关上 我的双眼冒出了兴奋的光芒 我兴奋地在成堆的物资中间 挑选着自己需要的东西 首先 这里囤积的各种制造材料 我是要全部拿走的 我还发现了大量的优质木炭 和少量的汽油 最让我惊喜的是 在仓库里居然还有一架 崭新的蒸汽动力外骨骼 这副外骨骼 可以将身体完全包裹起来 甚至还配有空气过滤装置 可以安然在污染环境下 生存两个小时 并且 身上几乎挂满了各种武器 斩剑刀 蒸汽机枪 风潮式火箭弹 甚至还有一个火焰喷射器 完全就是一个火力平台 太棒了 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我对着这个蒸汽动力外骨骼 转了三圈 简直是爱不释手 足足观赏了五分钟 才让小爱同学 把这具外骨骼收走 转悠了一圈 我又将这里的藏酒 罐头和风干肉全都带走了 我开着车 使出了军需库 副队长 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暂时没有了 我要向吉尔大人去复命了 你们守好军需库 现在是非常时刻 千万不要被萧小乘火打劫了 子命 我们一定会看好军需库的 很好 很有精神 我会把你们的表现上报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随后回到了车里 启动热气球 升上了天空 小爱同学 把炮弹改装的航空炸弹 全都扔下去 看着地面上 那如同潮水的变异生物 我咬牙说道 一连串爆炸在变异生物中生气 可是那些变异生物 就如同无穷无尽一样 怎么杀也杀不完 忽然 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巨蟹 我回头望过去 惊恶地发现 大地裂缝 居然已经蔓延断着 无数条裂缝 从远处蔓延过来 滚热的岩浆不实地 从地上也蔓延而出 将大片大片的变异生物 烧成灰烬 整个红宝 直接被切成了两半 下城区轰然崩塌 顺着裂缝 落入了下面的岩浆之河中 不过 我却被另一幕 长景惊地说不出话来 此时 红宝脚下的这座山 已经被纵向切开 让我得以看到 这座山内部的情况 整个红宝脚下的这座山 已经被掏空了 里面被装满了炸药 只要红宝按下按钮 整座山 整个红宝都会被炸上天 这帮人疯了吗 我敢肯定 这肯定是红宝留下的 最后的底牌 如果有敌人攻入和核心去 红宝也有机会 拉着敌人玉石俱焚 如果岩浆将那些炸药引爆 整个红宝就全完了 该死的 快点走 我控制着部战车 立刻转向 向着远处飞去 可是 我还是慢了半步 裂缝之中的岩浆 被滑落下来的下城区 击了起来 大量的岩浆涌到了炸药堆前 灼热的温度 将一部分炸药引爆 随后整座炸药堆 打了迅爆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响彻苍穹 整个红宝被高高地抛弃 随后猛地陷落 巨大的冲击波 将我的部战车吹得很远 紊乱的气流 差点将我的部战车 从天空中卷落下来 红宝就这么没了 我看着被岩浆 就这么吞没的红宝 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就连红宝都会陷落 这个世界 还有哪座城市是安全呢 那些在城中 企图坚守的玩家 他们的后果 恐怕已经显而易见了 我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几个熟视的人 并发了一行文字 这是红宝 坚守了不到两个小时 什么 这是红宝 你没披图吓唬我吧 几天前我还见过 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我骗你干嘛 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几天前 他看到红宝的时候 还被红宝的壮观景象 深深地震撼了 让他一度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市 可是短短几天的功夫 这座城市就陷落了 而且 还是这般惨淡的场景 先是被如同潮水一样的 变异生物围攻 整个下城区域 都被变异生物淹没了 然后 地缝蔓延到这片区域 一道裂缝穿城而过 裂缝之中是喷涌的岩浆河 然后就是这副样子了 这么恐怖 那还有哪座城能躲一躲吗 照着这副样子发展下去 恐怕没有哪座城市是安全的 就算是没有地缝 无边的变异生物 也不是我们能抵挡的 红宝都没挡住 别的城市更不用想了 仿佛为了印证我的话 区域频道内 刷出了一堆玩家的死亡的复告 这次玩家死亡的原因 大多是变异生物 看样子又有一个营地被变异生物攻破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只能往远离圣山的方向跑 堵地缝蔓延是有极限的 否则的话 就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明白了 过了一会 他又把自己的那个粉色的平板电脑发了过来 我要誓死了 麻烦你帮忙把这个东西毁掉 不要让人能读取出任何东西出来 放心吧 我把平板电脑扔到了一边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接这个委托了 苏奇每次遇到生死危机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平板电脑交给我来保管 业务十分熟练 挂断了苏奇的私信后 李飞宇 苍小空 毛子哥 沙龙巴斯等人都发来了 随后 这些人开动全部的马力 拼命地向着远离圣山的方向跑去 希望能在这场天灾之中 逃出一条生路出来 而我则把大量罐头 腊肉和酒挂在了区域频道上 或许是被大批死亡的玩家刺激到了 又或是浓郁的末日场景 让一些玩家的意志崩溃了 又或是被变异生物包围 自知时日无多 这些东西销量异常的好 尤其是各种酒 只要被挂上去 瞬间就被抢了个金光 以至于 我把库存的各种酒都拿了出来 全挂了上去 也被抢了个金光 一些没抢到的玩家 还在不断地催促着 我多拿出点酒来贩卖 不好意思啊 酒这东西的暴率本来就低 刚才这些酒都是我几个世界积攒的存货 都被你们买空了 非要想要的话 等明天吧 明天还有一些酒会出炉 明天 就是我成年酒时酿造完成的日子 届时会出产一大批猴儿酒出产 相信这些猴儿酒能填补上空缺的 小爱同学操控着汽车 向着白塔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 赵婉婉的飞艇在后面紧紧跟随 要是当时能拦住比利斯就好了 哪怕看着她在身边 也不会太孤独 因为心情不太好 我中午偷懒了 随便煎了五块牛排 煮了六袋方便面 煎了四个荷包蛋 切了两根香肠 草草地结束了一顿午饭 当然 这里面一大半都是给赵婉婉那个饭桶的 车里 似乎只有旺财这个没心没肺的 依然在挤着牛奶 旺财这家伙 一边干活一边居然还哼起了小曲 好夜间上间 有夜晴满了天 在机位的稳作戏听我来源呢 你别说 还挺有韵味的 小爱同学 她什么时候学会的这玩意儿 大带几天前吧 当时 高级生态员刚建好 米科说想要听点音乐 据说这样产出来的奶质量高 然后我把曲单给他选 米科虽然名字很洋气 但是却很喜欢民间小曲 然后我就经常在高级生态园里播这些曲子 一来二去旺财就学会了 这家伙倒是挺有天赋的 我摇了摇头 想着要是回到原本的世界 能把旺财也带回去的话 当的猛宠UP估计也能赚个盆满钵满 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我再次打开了区域频道 看看现在的玩家过得怎么样 让我惊恶的是 进入区域频道后 看到的不是满屏幕的复告 相反 很多玩家正在聊得正欢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我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没命了 结果 那些变异生物居然退却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刚才有一个镰刀怪都冲进我的车里了 他的那个大镰刀都快贴到我脖子上了 结果 他忽然就跑了 我这也是一样 你说 这些变异生物怎么都跑了 明明马上就要破成了 管他因为什么呢 活命还不好吗 谁还有酒啊 分我一瓶 上午就没抢到 馋死我了 变异生物忽然都撤退了 我对这个情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幸 这时 区域频道里又谈出了新的消息 话说 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 什么臭味 我就闻到了一股硫磺的味道 我闻到了 一股恶臭的味道 太刺激了 我车里有进化装置都这么臭 外面的是什么样 突然出现了臭味 我还没反应过来 一条条红色的复告就飘了出来 不是很急错 但是连绵不绝 如同流水一般 死因都是毒气 草 我就知道被系统称为末日的灾难 绝对没有那么容易躲过 先是火山爆发 然后是烟尘笼罩事件 之后是大地军炼 岩浆遍地 变异生物狂躁 现在又来了一个毒气 不能继续在这里了 那些毒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蔓延过来 小爱同学 加速离开这里 明白 小爱同学加快了速度 加速向着北方飞去 忽然 我看到远处有一连串黑点在移动 只灰光 前方发现了车队 车队 他们这是要去哪 我让小爱同学远远地掉在车队的后面 既不靠近 也不远离 就这么跟在后面 隔了几个小时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车队 是一直朝着北方开的 中途也没有偏差 似乎是有着目的地一样 我仔细检查了几遍地图 前方确实没什么可以停靠修整的城市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难道说有什么隐蔽的营地不长 我就在后面默默地跟着 我一直跟到了傍晚 也不见那对车队停车 反而纷纷打开了车灯 加速行驶 在夜晚也不停车 反而加速行驶 这一看就是有明显的目标 我再次打开了地图 查看了一番 前方确实没有任何村镇 城市 等等 我再次打开了地图 将这些人的行径路线 在地图上描绘了出来 然后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延长 直线的镜头赫然正是高塔 他们的目标是高塔 巧合还是有目的性的 他们是从哪里知道的高塔 他们的目标是不是也是原石 他们会不会影响到我 我加速靠了上去 我没有开灯 在黑夜的掩护下 飞临了车队的上空 这支车队并不是职业战斗车队 大多数都是皮卡样的车子 架设着蒸汽机枪 车厢里装着一个个金属箱子 在车队的正中央是一辆皮卡 那辆皮卡没关窗户 一个带着贝雷帽的男人 正在单手开车 看到这个男人的面庞 我心中一动 这个人我认识 正是反抗军的首领拉蒙了 拉蒙 他怎么会在这里 看到拉蒙 我眼神凝重了起来 那天晚上逃离反抗军营地之后 我本来以为以后再也没有和拉蒙相见的机会了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相遇了 他往高塔的方向走干吗 是故意的还是巧合 算了 分析不出来 抓起来问问就知道了 小爱同学 飞到前面去 用航空炸弹把头车给我炸了 把车队给我逼停 把那个拉蒙给我留下来 剩下的你看着处理 明白 小爱同学加快了速度 飞到了车队的前方 然后扔下了一枚航空炸弹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夜空 一团橘红色的火球 在车队的头车附近爆炸 随后剧烈的冲击波 将附近的车子全都掀翻了 破碎的弹片如同金属风暴般 扫过了周围几十米的范围 将范围内的一切都打成了马蜂窝 粗粗算一下 这一发航空炸弹摧毁了半个车队 第一席 反击 拉蒙的手下们反应不慢 纷纷架枪开始反击 这些人的准头还挺准的 各种口径的子弹打在装甲板乒乓直响 反击 反击 105毫米的火炮发出了怒吼声 一枚高爆弹炸开 剧烈的爆炸在地上 炸出了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大坑 强烈的冲击将蒸汽皮卡冲的燃养车翻 其他的人看到这幅场面 吓得亡魂街貌 立刻解散了向着周围四散逃跑 我在后面示威性的用蒸汽机枪驱赶了几下 就懒得追了 步兵战车缓缓地降落在了地面上 赵婉婉依旧在空中间 我穿着蒸汽动力外骨骼 从步兵战车里跳了出来 我缓缓地来到了拉蒙的座驾前面 拉蒙的车子被第一波航空炸弹的冲击波吹翻了 不过 因为它的车子处于车队的中部 并没有受到致命伤害 此时拉蒙满脸血迹 挣扎着要开车门 想要爬出来 我缓步走到了拉蒙的面前 抓住车门暖地一用 整个车门被直接扯了下来 力气好大呀 我没想到新款的蒸汽动力外骨骼力气这么大 用力过猛 差点把胳膊闪了 拉蒙健壮 从腰间抽出了一把蒸汽手枪 对准了我 可是还没等它扣动扳机 我的手就抓在了蒸汽手枪的枪管上 我手中一用力 蒸汽手枪的枪管被硬生生地扭曲成了麻花形 拉蒙健壮大惊失色 反手向着靴子摸去 哼 我冷哼了一声 一把抓住拉蒙的胳膊 随后猛地向外用力 拉蒙顺势被拉出了车子 身体回旋180度摔在了地上 剧烈的冲击让拉蒙双眼直冒惊心 可是拉蒙仍然不老实地向着胸口摸去 别乱动 我一脚踩在了拉蒙的肩胛骨上 咔嚓一声脆响 拉蒙发出了惨叫 拉蒙先生 请不要弯动 否则 我不介意在你的头上开一个窟窿 你 你到底是谁 莉莉丝小姐托我向您问好 我想起了夜席时 亚索对着拉蒙说过的这句话 当时拉蒙的神色就不太对 我想要试试看 能不能炸出来什么 果然 在他说完这句话后 拉蒙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其实 在看到你的第一时间 我就应该想到是他的 只有他才能做出这种东西 当初是我对不起他 也对不起他妹妹 我这次就是要去请罪的 没想到 你们居然找到我了 当初确实是我的问题 你们怎么处置我 我都没有怨言 但是 我的手下都是无辜的 我希望你们能看在我 当初曾经效力的份上 收留他们 拉蒙先生还真是看不清形势呢 你自己都这副样子了 还想着自己的手下 你觉得 就凭你当初做的那些事情 我还会饶恕你吗 当时我确实是无意的 谁知道试验差错 会导致那种后果 事情不能全怪我 我要见莉莉娜小姐 她会听我解释的 莉莉娜小姐 我一愣 我没想到居然又听到了 一个新的人名 这个人是谁 是谁 是誰 她 È 她 不是� it